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MING PAO TORONTO 今天我太大聲笑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收集一些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在穿搭 就是購買衣服的時候好像比較喜歡 不是好像就是肯定就是 比較喜歡那種比較簡單 或者是說 它的版型式比較基本 那种比如说西装外套 我可能就会买素色的西装外套 然后里面也是搭配同一色系这样 醉花效挺多就是隔纹或是碎花 或是像身上这种 可是就是款式上面 版型上面都是比较简单 所以我觉得用饰品去做点缀 也会让穿搭就瞬间亮起来 有生命力那种感觉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买饰品 那刚好最近有些网友在问我身上的饰品是哪里购买的 我想要今天整理在一起一起分享给你们这样 今天要分享的饰品的品牌有三家 有两家都是网路的品牌 所以在购买上面我就蛮方便 那有一家是国外的品牌 但我觉得品质还蛮好 所以价钱从平价到比较稍微高单价都有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接着看下去 那看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从台湾的网拍开始来分享好了 首先是这个Bucha的 Bucha他们其实是写信给我 邀请我希望我可以分享他们家的饰品 那我就想说 我先逛逛看好了 如果说它的样式 因为我自己在买饰品的时候款式我比较喜欢简单一点 或是比较粗犷有个性一点 如果是那种太过女孩子太可爱 那我可能就不是我的菜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那我逛看看 然后如果有喜欢的我先挑 那我觉得品质可以的话 我再带看看 然后再分享给你们这样子 然后我就挑了几款 我发现他们家的饰品不会说到非常非常女 就是以它的饰品风格来讲我觉得算是还蛮多样性 就是可以找到比较简约一点的 就是我喜欢那种风格 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好逛的 先来分享这款项链 这个项链它是纯银的 而且它很特别是 它中间这个小方牌的地方是可以刻字的 它网络上面还有不一样的字体可以选择 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字体 跟对你来讲比较有意义的字刻在上面 你可以跟店家讲 他就帮你做这样的科字服务 所以我觉得蛮有纪念价值 然后它的那个牌子也不会太大 因为这种牌子如果太大的话 很容易就很像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 阿公阿嬷不是都会给孙子打金牌吗 就太大一个的话就会有那种联想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还蛮小一个 所以我觉得算是还蛮细致的 你要搭配像那种比较有个性的花纹衬衫 还是那种白衬衫 我觉得像这样的大小都算是还蛮恰当的 然后这款阿因为它是纯樱的 所以有没有发现它的亮度真的还蛮亮的哦 然后它的这个链子的细度 我觉得也蛮细的 就戴起来刚好垂在你的梭骨这个地方 我就看起来还蛮优雅的 有没有这样穿衬衫 然后领口稍微透出来的感觉 而且因为它亮度够 所以就算穿那种比较深色还是比较花的衣服 你还是可以看到 你这边稍微有用一点视频点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纯樱的质感还蛮好的 而且这款阿他们官网有说 如果你下单的话 它会帮你用精装的包装盒寄出 所以你要送人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那个心意是还蛮够 所以这条我觉得整个质感是还不错 然后造型上面也算是好搭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耳环阿 如果你们常看我的影片就会发现说我近期啦 比较喜欢这种小小的耳环 就是单一个环或是小小的圆圈圈在这边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带夸张一点 大一点的项链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边大 这边有很多 就会觉得有点太繁琐了 所以我最近比较喜欢简化耳环的造型 然后他们官网上面阿就有一款这个 它一样就是那种很基础的圆圈圈扣缓那种耳环 但是它在边边加上了一个六爪 抓了一个小小水钻的造型 所以它戴起来会有点微微bling bling的感觉 在你的耳环这边 它会比一般素面圆圈圈的那种耳环 戴起来再更闪亮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你 你没有带那种大项链的习惯的话 我觉得你在这种简约的耳环上面 稍微去挑一点有这种小碎钻在上面的造型 我觉得也可以让你的整个穿搭看起来比较亮眼一点点 它其实还有金色款 金色款的话 它跟那种透明的钻做的对比的效果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但我觉得两个戴起来的那种低调的感觉都还蛮好的 所以就看自己穿搭 我会根据当天的配件的颜色去统一身上饰品的颜色 所以这两个的那种配色我觉得都算是还蛮适用 如果说你是银色派你就直接调银色 因为我觉得银色就是一个很安全的颜色 但如果说你喜欢比较有个性比较金色的饰品 一样可以选择金色的 然后它戴的时候就像这样稍微把边边这个扣环给打开 然后再压进去 这样就扣上了 然后这款耳环啊 官网上面也说它是925唇银的 但我觉得金色的这款它应该是唇银外面在镀一层金色的膜上去啦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体质对这种镀膜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可以的话再继续考虑嘛 包括这个尺寸的部分合不合你的耳垂 因为每个人的耳垂条件不太一样嘛 所以我觉得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还是要多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然后再去看官网上面的尺寸 做一个评估再去购买 比较不会有就是需要退货的问题啦这样子 然后这款啊我觉得它就是很简单好搭 不会出错的那种款式 不管是你日常搭约会搭还是你上班的时候穿一些比较正式的服装搭 都算是还蛮不会出错的一款 我自己很喜欢收集这种小圈圈耳环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戴都是可以的 我这次在他们家挑了两款耳环 一个就是刚刚分享的这款 另外这款它是比较复古 比较有一点度假感 上面有一点点那种很像宝石造型那种复古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就是搭配一些很夏天那种连身裤还是洋装 或是你搭配草帽的时候 搭配这种稍微有一点造型的耳环 都还蛮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所以像这种比较简约的款式我会收集 我偶尔也会买基督像这种造型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的耳环 那这款啊它是可以改假饰的 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面积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卖家如果你先备注的话 它是可以帮你把后面这个耳针改掉 直接改成假饰 所以就算你没有打耳洞也是可以带这款耳环的 那它戴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 它的宝石这个范围其实不会很大 所以它戴起来我觉得也是偏小巧可爱的那种感觉 就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习惯带太过夸张的视频 所以像那种小小的戴起来也不会那么害羞 会让你觉得有点就是驾驭不住那种感觉 它就是小巧的然后又很精致可爱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戴起来还蛮衬服色的 就没想到金色配上那种粉绿色的小保质造型 配起来那种肤色显白效果是还不错的 再来就是戒指的部分 首先银色的视频我在他们家挑了两款 第一个戴在大拇指的这个啊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那种软软的戒指 就一般戒指它会固定成一个圆形的形状嘛 那它这个比较像项链 它会软软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戴的时候比较不会说很 就不好卡进去你的指节的感觉 像我刚刚戴的是大拇指嘛 你看它戴我的食指也是可以的 而且我的手指走音 手指不算很细 有没有 就其实就比较偏甜不辣手的感觉 像指节这边比较粗啊 它也是可以套的进去 就它在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弹性范围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的造型啊是偏那种比较锁链一环扣一环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虽然小 但戴起来那种分量感还是不错的 就还蛮有个性 小小的又很低调这样 所以你看的话是这样子 这款它也是纯银的 所以它戴起来亮度很高 有没有 而且它那种银的颜色很干净 那我觉得它这个锁链的造型 也算是比较细致那种 就不会太过粗犷 很像真的铁链在你的手指上面的感觉 那另外这个像浪花一样这个尾界 它也是全纯银的 可是它的亮度啊 没有像十指这个那么高 因为我觉得它稍微有点做 雾银的那种感觉 就像它的造型啦 所以我觉得它 比较不会像十指戒这么闪的感觉 像那种小小的那种浪花弧度的造型 我觉得戴在尾界这个地方 看起来也蛮好看的 小小的这样 好 再来我换另外一组 金色的给你们看 我也是配一个 比较大一点配上一个尾界 这样子戴一组 然后十指戒 它这个浪花的弧度 又比刚刚那个银色的尾界 也更明显一点 我觉得它戴起来那种 会让手指整个造型 变得 不知道怎么讲 真的意境还不错 有没有 然后呢 这款它也是纯银的 那金色的话 我觉得它一样是镀色上去 如果你这比较偏好银色视频的话 它官网上面是有银色可以选择的 那这款它很特别是 它这个戒尾啊 它是可以这样子微微的调整 因为它不是完全合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刚戴上去 觉得稍微有点松 还是有点紧的话 它这边是可以稍微 拉紧拉松 调节一点点大小的 这个地方 然后尾界的部分呢 它是那种比较像皇冠的造型 有比较多小钻 以及那种尖尖的造型在上面 所以戴起来那种小小华丽的感觉 比较明显一点点 然后尾界这款它不是纯银的 它是那种合金的材质 所以颜色的部分啊 我觉得就比较不会像 纯银的颜色那么亮的感觉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四款 戒指都是这种比较细致的造型 你平常上班戴也不会觉得说 你敲键盘的时候会一直阻碍到你 或是太过嚣张的感觉 然后戴尾界啊 大家常听到是戴尾界防小人 可是其实戴尾界也可以招踩 只是戴的位置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说你要防小人的话 你要戴左手的小拇指 那如果说你要招踩的话 你就要戴右手 右手招踩左手防小人 最好就是一起戴 小人也防了 踩也招来了 所以你就可以选那种 小小的比较低调的尾界 这样你就算戴两手 你家也会觉得说 还好嘛就是做造型这样子 也不会觉得说太过夸张的感觉 所以这四款我觉得在日常来讲 搭配上面都算是还蛮好搭的 最后要分享的是他们家的这个饰品盒 这个饰品盒非常非常实用 我自己还在买这个饰品盒 因为我饰品很多嘛 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都收纳在这个饰品盒里面 带完你就放进去 就比较不用担心遗失的问题 他的夹层算是还蛮实用 就你可以放这种项链啊 或是比较大一点的戒指有环的地方 那旁边就有做这个 专门用来收纳戒指的这种隔层 你们就把它塞进去 戒指就不会到处乱跑 然后右边还有两个这个蝴蝶结的手 把你把它打开 他这边还有两个小抽屉 如果说你有些比较大一点的手环 还是那种手链等等就可以收纳在这边 皮革的质感 比较偏雾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其实就是这种素素的奶茶性色 放在家里面我觉得当做一个摆饰 也是蛮温暖好看 那这边就有一个他们家的这个小小的B的logo 好那也像是Bucha他们家的饰品 我觉得他们家的饰品算是还蛮好逛的 因为它的种类很多 你要找这种比较有个性的油 你要找这种比较女孩感的那种尾戒啊 小戒指也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以款式来多算是还蛮丰富的 然后价钱的话都算是百元比较多 单价不会说太高 让你觉得随便看个两三样可能就要花好多钱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的价位都算是还蛮亲切的啦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逛逛他们家的官网 好那再来分享第二家呢也是网拍 再来第二家要分享的呢 其实它算是一个网拍卖家 不是只有卖饰品 它也有卖服饰啊鞋子一些配件等等 但我觉得他们老板娘跳饰品的眼光非常非常的好 你可以在他们家看到很多跟别人家不一样造型的饰品 就独特性我觉得比较高一点 查到他们家逛逛饰品的部分呢 我就可以购物车加到十几样 就到最后打开购物车才吓到说怎么变那么多 就要一一的在那边精简 好那这一家呢就是YVE Store 他们家的那个饰品款式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它不单单只是局限在 奥克兰祝尔环比较多还是怎么样 他们家连项链的造型也都很丰富 那首先要分享就是这个爱心吊牌的项链 其实说吊牌好像也不是吊牌 它有一点点像 我拿这条让你们看 对我金色跟银色都薄了 它中间这个造型有点像以前老电影 不是都会演说 可能有人外出 然后他胖会想念他家里面的亲人 他就会一个怀表项链 然后怀表打开 里面可以放家人的照片 它这个爱心的造型 就有点像那个怀表的概念 它是可以打开的 我拿镜让你看 镜看的话是这样子 有没有像这样胖胖 像巧克力的爱心 然后他旁边这个地方啊 可以打开 还有两个扣环的地方 然后呢你要透过这个项链的尾端 它是一个一字造型的这种扣环 你要把它穿过去这个圈圈的地方 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扣在爱心旁边这边 然后我现在脖子上面戴的是银色的 有没有 它应该不是纯银啦 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亮度也是蛮够的 像这样子 金色的 比较复古一点 然后银色就会看起来比较有个性 像爱心啊 可能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 怎么太过可爱的感觉 但其实我就会配上它这个锁链的造型 其实它整体不会说太过稚嫩 其实还蛮有个性的 对不对 像这样 我觉得这条爱心项链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有时候你穿一些比较素的衣服啊 然后你脖子这边就用一条这种 很可爱的爱心项链来做点缀 就即使你穿白天只要加上这种项链 就看起来其实还蛮有个性的 所以我觉得饰品重要性真的非常非常高 它可以让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穿搭 瞬间活过来 会让它觉得说 你今天好像有在你的穿搭上面画心思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饰品它最大的意义 可以让你的穿着整个画龙点睛有加分的效果 那这条啊 我觉得它让整个穿搭变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 而且很可爱哟 在耳环的部分呢 其实这次买的不算耳环 它比较算是耳扣 因为今年很流行就是各种耳扣的造型 所谓的耳扣就是你不一定要打耳骨洞 你才可以戴 它其实就是做一个比较特殊的造型 让这些耳扣可以直接扣在你的耳骨这些地方 所以就算你没有打耳骨这边的洞 你一样可以戴一些很有造型很酷炫的耳扣 然后呢 其中一个耳扣它就是像这样子 它戴起来的造型是这样子 很像一个曲线直接环绕你的耳骨 然后再从这个地方穿出来那种感觉 有没有 稍微可以再去折一下它的这个造型 因为它这个金属算是比较软一点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有没有 像这样子绕出去再穿出来的感觉 就比较明显一点 可是其实我根本没有打耳环 你们懂 它戴起来就很有个性 然后它的原理呢是这样子 我打开让你们看 它拆下来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一个圈圈水滴的感觉 然后呢 你要戴的话就是像这样 稍微把它掰开来 然后扣进去你的耳骨这个地方 再把中间上面这个地方给稍微压紧 它就会乖乖的呆在你的耳朵上面 然后看起来就会很有造型 有没有 那像现在的示范是银色的 我还要买金色的 它戴起来那种分量感其实还蛮大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 有时候你想要穿些 比较有气场穿搭的时候 来搭配这种比较有造型的耳扣 然后近看它的质感是像这样子 金色跟银色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末端这边 有做这种模圆的感觉 其实还是还蛮贴心 就你戴在你的耳朵上面 它比较不会刮耳朵 所以这组我觉得还蛮有个性 而且比较少在市面上 看到这样子造型的耳扣 所以这组我觉得也蛮值得收藏的 再来也是耳扣 但它的造型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分量感是比较集中 比较不会像刚刚那个曲线感 那么的明显 这个它是比较简单 这种圆形造型的耳扣 它的造型就像这样子 一个比较简单的圆圈圈耳扣 然后翻到正面来呢 很像三个圆形并列在一起 就变得比较有分量的感觉 然后戴起来呢就是像这个样子 我皮肤已经有点红 而且我皮肤真的比较敏感一点 有时候耳环拆太多次也会变这样子 然后呢 它比较没有办法扣到中间这个耳窝去 它就是勾在你旁边的这个耳骨 边边的这个地方 因为像以前打耳骨洞 第一个洞都会打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其实也有打耳骨洞 那如果没有打的人呢 就可以像这样戴一个耳扣 好 我跟你们讲 刚刚分享这个耳扣啊 因为它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去调节它的大小 开口大小嘛 所以我刚刚不小心拨到 它其实就滚下来了 所以这一个我觉得它戴在耳朵上面 那个牢固性 比较没有第一个分享那个曲线来的高 所以如果想要买这种耳扣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评估一下 这个我觉得它真的是可能比较容易扣上去 可是它也比较容易掉下来 所以就要比较担心遗失的问题 好 那再来是戒指 刚当机 戒指的部分 它们家有很多这种很大很夸张的戒指 我很喜欢买很夸张的戒指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的项链 或是我的耳环也是那种细细小小的 可是你的穿搭比较素的时候 你像有一样饰品去衬托你的气势的时候 我觉得戒指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像饰品啊 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不是纯银或是纯金的饰品 他的皮肤会过敏 我有时候也会 尤其像现在夏天流汗的话 我的脖子这边真的很容易过敏 所以我就是有时候可以戴 有时候不能戴 但是戒指是绝对不会过敏的嘛 就这个地方其实很安全 所以我很喜欢买戒指的原因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它们家有很多这种很夸张的戒指 我觉得它的造型跟你在一些网拍 比较起来的话 它们家的款式我觉得算是还蛮丰富的 第一个是这个它就是一个很大弧形的戒指 戴起来超级有份量有气势的有没有 然后这个戒指啊我买了银色之后 我真的太喜欢我后来又去买金色的 那银色戴起来效果我觉得还蛮显白 因为它这个亮度够 它虽然说不是纯银的 可是亮度还蛮够 所以戴起来就不会觉得说它虽然说是素面没有任何保湿 可是那种亮度啊跟闪耀的感觉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再来第二个呢也是这种比较有造型的戒指 可是它的份量感就不像这个那么明显 它稍微比较细致一点 可是它这个造型我很喜欢 它就是一个很不规则的椭圆形 这感觉它就是细细的不会那么亮 不会那么的有个性 可是就是你去看这个人配来配件 就会发生说它这个造型还蛮特别的感觉 它就是低调又有细节的那种戒指 所以我也蛮喜欢这个 但这两个戒指对我来讲 戒尾都稍微有一点点大 所以我在戴的时候都要稍微的这样子 利用旁边的手指把它们hold住 不然一不小心甩个手啊 还是洗完手可能戒指就会不小心飞出去 就是这样这样子稍微有点松松 一不小心就会掉 所以我觉得戒尾的部分稍微有一点可惜 但这两个银色的戒指我都还蛮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简单归简单 可是该有的一些造型就有兼具到 那我另外还有买一个金色的 就是像这样子 它也是那种比较圆框的造型 但是跟刚刚的椭圆形色戒指比起来 它比较胖 然后比较正圆 比较像甜甜圈还是游泳圈的感觉 戴起来分量感也比较明显一点 虽然他们家的饰品造型都算是蛮独特 比较不会跟人家状况啦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一些 比较喜欢收集 比较有个性造型的人去逛 他们家的饰品区真的算是蛮好逛 那价位的话也落在300猪头到六七百 甚至一千多的都有 但我觉得饰品的价格是会反映在它的质感上面 并不是说平价的饰品就不好 而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或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样饰品的话 它的价钱是不是符合你的预算 你再来考虑嘛 所以他们家的那个价钱范围算是还蛮广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逛 好最后来分享的是这个 Anna Luisa他们家的饰品 他们家的饰品特色呢 它的包装这是我手导的比较简单一点点 但是它这个防尘袋我还蛮喜欢 就是这种棋皮绒布的防尘袋 每一个饰品都会有一个加 像这样子 然后他们家的饰品特色在于 它都是用百分之百纯黄金回收 去重新制成的饰品 所以它的单价会比较高 一两千多吗 一两千以上到三千多 甚至更高我不得 因为它是纯黄金回收的饰品嘛 但是我觉得它贵的有道理 因为像这个戒指啊 我买好久了 有一阵子应该有两个月以上了吧 我几乎很常戴 而且我是一个不会说洗手 我就一定会拔饰瓶的人 因为有时候会忘记啊 或是觉得麻烦我就会忘了拔饰瓶 那像这种戒指啊 如果它是镀金的 镀色上去的最容易掉色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旁边 跟你的旁边的手指摩擦的这个夹缝 这个地方最容易掉色 所以如果它是镀金的 它就很容易这一块变成银色的 但是这个戒指我真的戴很久 而且我就想说 那我要测试它 如果它说它真的是百分之百黄金回收做的饰品 它是不是真的就不会掉色 然后我就好几次出去洗手干嘛 我都没有拿掉戒指 结果让你们进去看 你看有没有 旁边指缝这个地方 都还是金色的 它没有什么掉色 所以我觉得 它的质感算是有反应在它的价钱上面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 饰品会掉色的人啊 我觉得你就是买唇印啊 或是像这种比较接近唇金的饰品 它的质感就会比较符合你想要的 然后这个造型跟刚刚YB的那个还蛮像 就是这种比较简单的弧形 然后比较宽版一点的戒指 有时候你穿素素的啊 或是同色系穿搭 你戴一个这种比较有分量的戒指 就可以帮你的穿搭加分 所以这个戒指的饰品让我觉得很满意 因为我就是有时候真的太过偷懒 都忘记拔掉戒指再洗肘 就很容易有一些镀金的饰品很快就褪色 但他们家这个真的是还蛮经得起考验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项链 也是他们家的 它是一个比较细一点那种锁链造型项链 今年很流行的那种锁链项链 然后它这个它不会太过粗 很像你真的带一个铁链在脖子上面 它是属于比较细致那种锁链 近看就是像这样子 而且它亮度也是有出来的 它跟那种堵塞上去的亮度 跟那种色泽的纯净度就稍微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锁链造型我觉得它的粗细刚好 不会太过粗犷还是难驾驭的感觉 那它佩戴也是透过这种伊兹克玩具做的佩戴 那我觉得它牢固的效果是还不错 因为我观察过好几次它都不太会松脱 所以这个设计做的算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它这个伊兹克玩上面啊 它有一个小小他们家的logo 有没有看到 还蛮细致的 就一些小细节也是都有兼具到 顺便让你们近看一下他们这个防尘袋的质感 它是这种极皮绒布的 然后每一个颜色不太一样 它应该是有分款式 像这个啊不知道是哪一款忘记了 它就是这个金黄色的帆布袋 然后像耳环啊 就是这种深蓝色的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耶 就你外出要带一些小东西 这个也是可以收下来 然后装那些小东西的 然后耳环的话呢 它每一组都会附一个这个小小的垫片在上面 简单可是不会让你觉得质感不好啦 然后我买两组耳环 一组是这个比较基础的圆扣耳环 然后再来就是我耳朵上面这一组 我耳朵这一组好像叫做Mini AB 它还有AB就是比较大一点的 我一看到它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它就是正面看 侧面看后面看 它都是一个很完整的圆形 在你的耳朵上面 我就觉得它真的太可爱 而且比较少看到这种造型的耳环的 有没有 你看它正面侧面都是一个圆滚滚的造型 所以我觉得很可爱 就像有两个小铃铛 在你的耳朵上面这种感觉 那我选这个款式它虽然说是小的 可是它其实分量还是有 有没有 就如果你没有办法带那么大的耳环的话 我就像这一个 它分量是有出来的 就点缀你的穿搭的效果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打开来就是像这样子 两个半圆形 然后上面一个耳针的部分 像这样稍微把它扣上去 它就会固定在你的耳朵上面了 造型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它这个金色质感真的很好 亮度很够有没有 另外一个耳环是这个 就比较基础的那种耳扣造型的耳环 它也是这种比较小一点的圈圈的那种耳环 就日常戴也不会觉得说 耳环好像造型太过明显的感觉 这种造型的耳环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那以上就跟到Louisa她们家的饰品 我这次一共买了四样 她的单价说真的偏高 我刚才在结账前 我在想说 我真的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饰品吗 那我想说算了算了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去体验看 也给我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体验看看 不一样价位的饰品到底质感差别在哪里 那事实证明 我觉得它比较不会掉色这一点是真的可以感觉到 那像饰品那种项链还是耳环 戴在这种比较敏感的部位 我目前戴下来它也不太会让我的皮肤不足复 所以我觉得质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饰品 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说 好我要买很多很便宜的饰品 可能每天戴不一样 我现在还是会收集一些比较平价的饰品 那现在长大了就会觉得说 如果稍微有点预算的话 我好像可以去投资比较好一点的饰品 那这些饰品呢 像我之前有分享过 我会买那个Agato的戒指 他们家的单价有更高 但我觉得还蛮值得 因为它真的不太会掉色 而且款式的部分也都是不太会退流型 你跟这种饰品互相搭配起来的效果也都是很好的 那像这种比较高单价的饰品 我会建议大家说你可以尽量买一些 你觉得比较不会退流型 比较经典的款式 比较简约一点的造型 它可以陪伴你很多不一样的穿搭 或是不一样的场合 那它的质感相对来讲 也可以陪伴你走一条比较长一点的路啦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去投资 比较好一点的饰品这样子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三家 我最近还蛮常逛的视频的品牌 连结的部分我都整理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来 如果有进去也可以去逛逛 那其实这三家我觉得品牌跟风格定位有点不太一样 就看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风格 像Bucha的话就是那种比较女生 比较细致一点 那YBE他们家就是比较有个性 比较粗犷一点 那Anna Luisa他们家就是这种 这种纯黄金回收的 质感跟亮度都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款式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经典或是比较流行的款式都有 所以都算是还蛮好逛的 好那这样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喜欢加订阅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